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Arduino上采用的是TTL串行协议 两者电瓶不同 需要经过相应的电瓶转换才能进行相互通信 所有的Arduino板子都至少有一个串口 连接在数字引脚0和1上 同时通过转换芯片与USB接口连接 如果要用到串口功能 就不能同时将引脚0和1 用作数字输入输出 其实我们往Arduino板子上加载程序也是通过串口进行的 Arduino提供的串口通信函数非常丰富 我们主要讲解承认的 开启串口 禁止串口传输 串口输出数据 串口输出数据并换行 判断串口缓冲区的状态 读取串口数据 从串口接收数据流中 读取第一个有效整数等函数 并以实例进行说明 Serial Begin表示使能串口 通常置于Setup函数中 语法形式可以包含一个参数或者两个传递参数 其中 参数Speed为设置串行数据传输的数据速率 以每秒的位数为单位 与计算机进行通信 也可通过引脚零合一 与需要其他特定波特律的设备进行通信 参数Config为设置数据位 机偶校验和停止位 默认值为八个数据位 无机偶校验 一个停止位 该函数没有返回值 Serial End表示禁用串口 此时引脚零合一 可以用作数字输入 输出 语法形式 没有参数传递 也没有返回值 Serial Printer表示串口输出数据 将数据作为可读的ASKMA文本输出到串口 该函数支持多种格式数据输出 语法形式包含一个参数或者两个参数 参数Well为需要输出的值 支持任意数据格式 参数Format为输出的数据格式 包括二进制 八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的 对于符点数 此参数指定要使用的小数位数 该函数返回值为写入的字节数 该返回值可选择是否读 我们以历程进行演示 演示历程中各函数只执行一次 因此可以将各函数都置于Setup函数中 Serial Begin 9600将波特律设置为9600 默认值为八个数据位 无机有胶验 一个停止位 Serial Print函数分别输出字符 字符串 不同格式的整形数据和不同位数的辅点数据 可以通过Arduino IDE开发环境的内置串口监视器 与Arduino版进行通信 观测Arduino版串口输出的数据 点击IDE右上角菜单栏的串口监视器 将波特律设置成和Serial Begin 9600相同的波特律 将Arduino版通过USB线来连接到计算机上 点击上传按钮 上传成功后可以看到 在串口监视器中 显示了程序中输出的字符 字符串 整形数据和符点数据 但是所有数据都在一行显示 中间无间隔 不易区分和阅读 解决办法可以在输出每个数据之后 输出一个换行符 再次加载程序 可以看到 串口监视器中 分行显示出了程序中输出的字符N 字符串 Hello World 整形数据78默认格式输出 及78的2进制 8进制 10进制 16进制显示 符点数据1.23456默认保留2位小数输出 即保留0位2位4位小数输出 除了在输出每个数据之后输出一个换行符 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 将 Serial Printer 函数换成 Serial Printer LN 函数 该函数与 Serial Printer 函数输出功能相同 参数信息和返回直接相同 只是该函数相当于在 Serial Printer 函数后面 自动加入了一具换行符 即输出数据后自动换行 改写一下程序 将 Printer 函数改为 Printer LN 将程序加载到 Arduino 板子上 可以看到串口介绍器中显示和采用 Printer 函数 加上一具输出换行符的结果一样 前面两个函数都是从串口输出数据 我们再看一下从串口读取数据 要读取串口数据 首先要判断是否有新的串口数据输入 这就需要用到 Serial Available函数 该函数功能为判断串口缓冲区的状态 返回可以从串口缓冲区读取的字节数 串口缓冲区最多缓存64个字节的数据 我们以历程进行演示 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变量出之为零 用于缓存 Available函数的返回值 Setup函数中通过串口处置化 程序使能串口 波特律设置为9600 其中该行程序用来清空串口缓存 其中锐的函数的使用在后面马上讲解 Loop函数中通过该语句 判断是否有新的串口数据输入 判断值为真值 等待100毫秒 从而保证串口数据接收完毕 即保证返回的是缓存区准确的可读字节数 将返回的值复制给变量 然后通过串口输出 将程序加载到Arduino板子上 我们在串口接收器中 输入ABC 可以看到串口接收器中显示串口可读取字节数为3 输入1234567890 串口接收器中显示串口可读取字节数为10 然后我们讲解一下SerialRead 用于读取串口数据 一次读取一个字符 读完后从缓存中删除已读数据 语法形式为 SerialRead 没有参数传递 返回值为整数类型 是串口缓存区中第一个可读字节 当没有可读数据时返回为-1 我们以历程进行演示 串口速率同样选择为9600 当AvailableDial 说明串口缓存区中有可读取数据 通过Read的读取数据并复制给变量 然后将读取的数据采用 PrintL以试新制从串口输出 将程序加载到aduno版 我们在串口监视器输入框中输入1 可以看到串口缓存区中显示的读取返回的数字为49 这是因为Read是按照字符读取的 字符1对应的ASK码值为49 这个一定要注意 在程序中使用Read读取的数据时 不要误认为输入1 则程序内部就是按照数值1来计算 我们再次输入1,2,3 串口监视器中显示为49,50,51 再次说明Read是一次读取一个字符 输入A1,B2,C3 返回值分别是6个字符的ASK码值 如果想要读入的数据保持原始整数的形式 可以采用PathInt 功能是从串口接收数据流中读取第一个有效整数 该函数会跳过不是数字或负号的初始字符 当可配置的超时值读不到有效字符或者有效整数时 分析停止 该函数返回值为下一个有效整数值 如果超时且读不到有效整数 返回值为0 语法形式可以不包含传递参数 或包含一个传递参数 该传递参数用于在搜索中 跳过指定字符 我们以历程进行演示 串口速率选择为9600 当Available大约0说明串口缓存区中有可读取数据 通过PathInt读取数据并复制给变量 然后将读取的数据采用PrinterL以实进制从串口输出 将程序加载到Arduino板子上 我们在串口均存器输入框中输入1 可以看到串口均存器中显示 读取返回的数字为1 我们再次输入 ABC123 DEF456 串口均存器中显示为123 说明PathInt读取的是第一个有效整数 Arduino还有许多其他的串口函数 我们在后续应用到的时候会进行讲解 这次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关注此视频 请大家扫描片尾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 大家好 欢迎观看从点灯走入电子设计 在本视频中 我们会讲解如何用Arduino 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包括静态显示方式和动态显示方式 关于数码管的基本显示原理 我们在从点灯走入电子设计2 点亮一个数码管中已经讲解 对于供应数码管来说 只要将公共端接地 对需要点亮的段复制高电瓶 则数码管就可以显示出相应的字符 我们直接给出一个数码管的电路连接方式和控制程序 在进行Arduino系统电路连接时 可以借助Freezing软件 它是图形化Arduino电路开发软件 该软件提供了非常多的电子元件模型 提供了虚拟面包板 原理图 PCB Code四个主要功能区 使用该软件通过简单拖拉元件 以及连接线路 即可轻松完成复杂的电路设计 也可以用于学习和制作电路原理图和PCB 关于该软件的详细使用 参照单独的软件讲解篇 这里我们利用Freezing 进行Arduino控制一位供应数码管的电路连接 连接时 要注意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根据连接的电路图 进行实物连接 然后我们看一下程序 首先对Arduino控制数码管的八个IO 进行常量定义 在进行常量或变量命名时 尽量采用易读且有意义的方式 由这些定义明显能看出 Arduino引脚2控制数码管 断A 我们再声明一个二维数组 数组每行存储的对应 分别是数码管显示各个字符时 Arduino各引脚的高低电瓶配置 这样我们在程序中 需要让数码管显示出相用字符时 只要将数组的相用行输出即可 定义一个变量直为数组的行数 在setup函数中 将与数码管连接的引脚 全部设置为输出 loop函数中 从0到2维数组 行数的大小 依次输出2维数组中存储的各行字符 每输出一个字符延迟一秒 将程序加载到Arduino板子上 可以看到数码管按照0123 依次循环显示 每个字符持续时间为一秒 验证了程序的正确性 我们修改一下程序 不再进行循环字符显示 而是通过串口输入数据 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常量与数组的定义不变 定义一个变量 用来缓存串口输入的数据 setup函数中增加串口的初始化语句 loop函数中 只在串口检测到有效数据输入时 执行数码管控制程序 这里面串口读取数据用的是 post inter 读取的数据为整数 不用转换 可以直接通过数码管显示 将程序加载到Arduino板子上 打开串口监视器 由于电路中只有一位数码管 且采用post inter读取串口 因此只能输入0到9这10个数字 输入1 可以看到数码管显示为1 再次输入7 可以看到数码管显示更新为7 验证了程序的正确性 一位数码管的控制 都是采用静态显示的方式 相对比较简单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两位的数码管 来讲解并演示一下 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方式 这是一个两位数码管 原理与一位数码管相同 只是将两位数码管集成到了一起 引脚序号及定义如图中所示 可以看出 两位数码管的每一位 都是可以单独控制的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将其作为两个一位的数码管 单独控制 但是这种方式 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对控制器的引脚数目 要求较高 以此两位数码管为例 需要14个控制引脚 把一个Arduino Uno的数字IO 全部占用 如果是三位 四位或者更多位的数码管 显然这种连接和控制方式 是不可取的 这就需要对数码管进行 动态显示控制 先回顾一下数码管显示的基本原理 数码管是有若干个发光二极管 排列组合二层 点亮数码管 相当于点亮各个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的点亮条件 是正级的电压值 高于负级电压值 一个预值 也就是说 点亮供应数码管 并不需要将公共端接地 只需要各段的电压 高于公共端电压一个预值 就能点亮 反过来说 如果公共端电压 大于或等于各段的控制电压 则数码管相应的段 不会亮起 由此 我们可以将供应数码管的公共端 连接到控制器的引脚上 通过控制该引脚的电瓶高低 来控制整个数码管的亮面 当公共端复制为低电瓶时 数码管根据割段的电瓶高低 进行字符显示 当公共端复制为高电瓶时 数码管整位熄灭 既然数码管可以通过公共端 控制整个位的熄灭 我们可以换一种连接方式 来连接两位数码管 电路如图所示 将两位数码管相同的 段控制信号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连接到Arduino的引脚上 两个公共端分别连接到Arduino不同的引脚上 通过公共端控制相应 位数码管的亮面 实现两位数码管字符的交替显示 举个例子 若让数码管显示 一二 首先将第一位数码管的公共端 至高电瓶 第二位数码管的公共端 至低电瓶 然后 A B D E G 五个段控制信号 至高电瓶 其余段控制信号 至低电瓶 则 第一位数码管 因为公共端是高电瓶 因此 整位熄灭 而第二个数码管 会显示R 然后将 第一位数码管的公共端 至低电瓶 第二位数码管的公共端 至高电瓶 然后 B C两个段控制信号 至高电瓶 其余段控制信号 至低电瓶 则 第一位数码管 会显示1 而第二位数码管 因为公共端 是高电瓶 因此 整位熄灭 如此交替控制 当两个数码管的 亮面频率 超过25赫兹 由于人的视觉 暂流现象 以及发光二级管的 余晖效应 会看到两个数码管 稳定的显示 12 这就是数码管的 动态显示 我们演示一下 两位数码管的 动态显示 按照电路图 连接电路 编写控制程序 定义的长量 多了两个 公共端控制引脚 同样是由 串口输入 要显示的数据 变量用来缓存 串口的输入的数据 该变量 用来缓存 要显示数据的 实位和个位 通过串口读入数据 通过求余和求商运算 计算出 个位和实位 然后分别进行显示 这里将数码管的 断控制 写成了子程序 进行调用 可以看到 在控制各位显示时 公共端1为高电瓶 公共端2为低电瓶 相应的 在控制十位显示时 公共端1为低电瓶 公共端2为高电瓶 将程序 加载到 Adeno板子上 打开串口监视器 由于电路中 只有两位数码管 且采用 PostInt读取的串口 因此只能输入 0到99 这100个数字 输入1 发送 可以看到 数码管显示为01 再次输入52 发送 可以看到 数码管 显示更新为52 验证了程序的正确性 动态显示方式 明显减少了控制器 引脚资源的占用 每多一位数码管 只需多用一个引脚 但是会占用较多的CPU时间 来进行显示控制 一般用于显示 位数比较多的场合 而静态显示方式 编程比较简单 但占用引脚资源多 硬件成本高 适用于显示位数 比较少的场合 这次视频的内容 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关注此视频 请大家扫描 片尾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我们的更新